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香港中央图书馆 参加了香港公共图书馆与 为逆训分序文物信托合作的举办的文物广作2021 今天广作题目为 《神中追远,香港华人桑葬礼族与中国传统文化》 今次的广作会以现时常见的 香港华人桑葬礼族意识为主 讨论中国传统的校导 及掌右有罪的观念 让大家可以掌握 本港华人桑葬礼族的基本知识 及了解背后的文化意义等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香港少人大学历史学系在理教授企 副系主任彭宋敏博士 担任今天的讲者 事不宜迟 我们今天的讲座即将开始 有请彭博士 与伯妮桑礼族 大家早晨 一个很风和日丽的早上 今天很开心 他们也很荣幸 获得主办机构的邀请 能够今天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平日的观察 研究的一些成果 也都很希望 今天趁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香港桑葬文化礼族的重要文化意义 亦藉著剛才主持所介紹 我們今天的主題會以慎重追遠 香港華人喪葬禮族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點子 我平時的研究也涉及到相關的討論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在此帶出 今天大家接觸這個主題時 中國喪葬文化、香港的歷史 其實亦會涉及在內 包括我們中國文化一個很重要的表述 這是一個傳統的 以至於我們今天現時常見 剛才主持非常好 幫我提及到現時常見的禮族 究竟儀式是否存在 這些儀式背後的文化意義是怎樣 我覺得這是很需要我們花一些時間 和一些心力去發掘出來 亦是用一個簡易、容易明白 以及要達到它的重點的目的 我們去展示 所以今天我們要將這個資料帶來和大家分享 涉及到香港的歷史和傳統的中國文化 其實我仍然繼續 有幾個研究計劃 都會有相關的項目 涉及在這個討論之內 包括《從傳統到現代西方基督教傳入》 與《香港漁民教會》的研究 已經達到第三年開始 開始就要讚寫一本專論 將我搜集回來的資料 以及大量的考試歷史訪問重整 由六十多歲的前輩到九十多歲的前輩 香港基督教在漁民群族當中的發展 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我相信大家未必有機會留意得到 這亦對我來說是一個大的挑戰 我希望可以在此發掘 更多與我們香港歷史發展有相關的情況 當中必然會涉及到 對傳統中國喪葬禮族的一些回應和改變 另外亦很高興 可以近年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項目 亦正在參與兩個研究項目 包括未被列入非為名單之內的新增項目 現在帶了幾張照片 在此跟大家分享 包括朋友也有留意到的腦子彈 一些執骨和墓碑的雕刻技藝 包括一些傳統的 今天我們在香港可不可以見到一些潮食的文化和技術 以至香港傳承了中國景德鎮的重要傳承的技藝等等 這些都是新的開拓研究 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今天我要提及到 《鏈殯壯》這個中國傳統文化 亦會涉及到藏以後延續的研究和觀察 所以墓碑的雕刻技藝和執骨的傳統文化 如何在香港繼續傳承和展現 都是我接下來進行的一些研究目標 再加上我們知道香港的飲食文化 其實內容亦是非常豐厚的 所以在此我們也與社會大學的教授合作 參與一個食盆的計劃 食盆菜大家會知道 為何會出現食盆這個概念 究竟當中我們傳承了一些傳統價值 亦都在香港的環境下 適當地進行一些轉變 因應社會環境、經濟狀況 很多因素都會令我們把傳統文化價值 仍然保留 同一時間帶來新的活力和面貌 回到今天的主題 大家亦都可以在這裡展映 看到我很喜歡這個場地 每次在這裡分享進行講座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鏡頭真的很好 將我們的圖像 可以很清晰地展示給我們的讀者 這個分享過程非常好 也感謝主品單位的一切安排 大家會看到這裡是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我手上的 《圖解香港華人喪葬禮重》 但它的副題非常重要 亦是在這個主題下 我自己很深刻體會 《世者善忠、新者善別》 這個重點 這個我會繼續分享 這本書是很開心的 早年獲得《惠亦信婚著文物信託》的資助 完成了一個研究計劃 在2018年年中出版了這本書 另外也出版了一個圖解的教育小冊子 書會在一些公開的發佈會上 免費派發 所有書和小冊子都是免費派發 所以朋友問 在坊間會否買到這本書 我稍後會提供一些資訊給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大家一定可以分享到 也可以在這個講座之後 再提點我 有甚麼資料需要補充的 或者可以繼續延伸去觀察的 都是歡迎的 這單張是這本書的濃縮版本 將整個《惠亦信託》的重點 和歷史文化意義 主要的內容 用的工具 我都是整輯了下來 這張很精簡 但意義很深重的小冊子 全香港10760間中學小學 我們都全部郵寄派發 為甚麼這麼清楚這個數字 因為每一個信封上面的地址 每一個郵票都是我親身去處理的 所以這是很感激 機構的支持 也在同一時間 很想和大家提出這個主題的關注和重要性 這也是我今天分享的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 書的出版 這類的QR Code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多看一些 就是除了書和小冊子以外 其實今天我帶來的內容 主要會參考中國的一些典籍 我們真的要親身去看禮記 去發掘一下我們今天常見的 一些喪葬文化的情況 是否在中國傳統上已經有它的根源 有它的根據 是否存在 簡單來說 我們如果看到一個儀式的時候 我的年輕的同學可能會問我 究竟它是怎樣來的 我們知不知道呢 我今天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一個條件 有一個方向我們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中國的典籍是我其中之一個 要去找一手的資料 去引證儀式的流傳和根源 它原本最初的面貌是怎樣的 而它最初存在的目的和文化價值是怎樣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說的是價值的問題 另外其他的文獻資料我們也會參考 包括在本地、外國和國內的博物館 一些影像的資料 這是非常之重要 我相信現在 我今天很開心 看到很多朋友 也有前輩來支持我 也和你做一個分享 在當中 可能你們也會上網上 在YouTube 也可以找到很多錄影的片段 這些資料在博物館 也有很多已經進行一些討論 那些我會落入我參考的重要資源之一 特別是稍後我介紹的遊街 在這個情況 也很需要怎樣重現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沒有這樣的經驗去參與 或者再推早一點的時候 到了二十世紀初的一定的經歷日是怎樣的 在香港出現的情況是怎樣的 今天我也會進行介紹 我們要找一些實證 影像是其中之一的資料 文獻、典籍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去引證這個情況和講解 另外 口上歷史訪問也非常重要 今天非常感激 我們的業內人士、職員、居士、牧師 跟我多番解釋 因為我真的處理這個議題 剛才和主辦單位的幾位同事分享 我正處於自己 開初的時候是一個無知的心態 我不懂、不認識 我也不能向我的學生解釋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處理這個議題 而這個議題的價值、意義 背後如果引含這麼豐富的 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在當中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這麼少人去處理 或者因為紀委 為什麼我們要避忌去處理這個歷史議題 去增加我們的一個形式 在這方面我進行一個切入點 大概我在2012年的時候開始 當時我博士畢業沒有多久 之後開始有出版社 也有朋友向我查詢這方面的主題 開始勾起了我一些觀察 我也看到坊間有一些業內人士 開始有一些出版 我就開始閱讀 開始去看資料 我發現原來當中 其實在我學習的經歷過程當中 其實我發現和中國文化淵源很深 究竟那個根源是怎樣的呢 我就由2012年開始搜集一些資料 在課餘、工作意外的時間 列入為我其中之一個研究的目標 以及研究的項目 一直到2016年、2017年 申請基金的資助 我非常開心 基金資助我 進行了16個月的資料處理 包括搜集資料、整理資料、進行考述歷史訪問等等 16個月的時間非常加速 這個都配合了 我們稍後會提及到 在香港辦一個喪禮 亦都是最重要是怎樣 最重要是快 最重要是時間 對 不要阻礙我上班 不要阻礙我上學 還有興趣班等等 這些時間 我們香港的促食文化 其實都展現在喪禮當中 這是很可惜 所以希望我們都會有一種悉心意 我們重新去檢視 我們究竟怎樣去面對死亡 也都面對下一場的喪禮 所以在這裏我用了16個月時間 進行了所有的搜集資料 包括我們分析的資料、進行考試歷史 以及包括印刷出版 所以亦都很感恩 我有一班同學 只是有很少的資助給他們 研究的經費 同一時間亦都可以支援給我們出版方中 我們學習歷史的年輕人在香港 其實仍然是很多的 他們很有熱誠 他們亦都富有他們的興趣和活力 我們接下來星期一開始考試 我將這個講座帶來給我們同學 介紹給他們 但我仍然都有一些同學 在大家當中 我覺得非常感恩 能夠將一種歷史的求真、求實的經驗 可以帶來給他們 亦都感染他們 所以這也是我們教學和研究 另外一方面 希望能夠處理得到的情況 亦都非常感恩 在這本書 大家可能看到封面的時候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怕不怕? 我放這麼大,怕不怕? 一會兒還有更多的繪圖 會和大家分享 可能會放得更大、更真、更清晰 很多是透過昔原居士的一些表述 還有他平時得到加速的同意的時候 拍下來的照片 再細緻去和我分析 還有我是一個每事問的人 因為做歷史研究真的要求真 所以在訪問的過程當中 可能我們要等殯儀的從業員 他們完成的工作 從9點、10點晚上開始 在他的保號裡開始進行訪問 開始的時候 有朋友問我 你怕不怕? 其實也不是怎麼會怕的 因為很想知道裡面的真實 和中國文化的一些重要聯繫在哪裡 很想知道這些儀式存在 會不會是可以給我一個渠道 或者一個方向 這個方向非常重要 今天雖然大家很清楚 看到書的封面 《蕾笨藏》這幾個字 會出現在這裡 但其實要處理這個階段的分析 其實我也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 問了很多業內的朋友 包括可能涉及在梳藏文化工作之內 可能是一些社工 一些老人服務的朋友等等 義工等等 他們有時候都很難去辨別 究竟哪些是臉的儀式 哪些是笨的儀式 那些藏就更加最清楚了 一是土藏、一是火藏 但是臉和笨 大家都很容易混淆 甚至乎我在一些老人服務的 宣傳單章的小冊子當中 都很常見是笨臉服務的 有些朋友給了一些反應 大家說話 真的有機會這樣 那就是儀式上的混淆 而且我們今天真的不太清楚 所以更加需要面對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應用了很多繪圖的方式 繪圖不是希望因為出一本公仔書 其實我們會希望用了這個圖像的表述 去更清晰、更具體 去將那個情況和那個講解 可以呈現給我的讀者 這就是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你說是否很輕鬆呢 可以這樣處理 看公仔、圖畫、繪圖 然後再去看裡面的主要內容 有人會感覺很輕鬆 讀者有很多不同的回應 有人會覺得 其實這樣更加認真 更加認真 因為繪圖的時候 我可以一層一層把儀式 或者把一些陪葬品 都可以分辨清楚給大家去了解 這就不僅僅我去接觸到 或者去認識到我一個人的知識 這個知識層面就可以和今天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就說 在大學工作 我們在教學過程之中 我們教授、學生 其實在公眾的一些講座 作為一個community service的時候 這是一個知識傳遞的過程 是非常之重要 究竟用甚麼方式、技巧 可以更有效去傳遞這些 大家看似好心奧 或者有些少抗拒的這些知識層面 我覺得這個方式非常好 亦都很高興得到 香港創意藝術會會長鄧子健先生 一個80後的年輕人 和我一起很瘋狂地去研究 用甚麼圖像 可以將事實呈現出來 所以這跟他溝通很密切 亦都最後得到這個成果 我更加高興就是 香港中文大學學籍教授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 丁申炮教授 不時都向我提點 當我計劃去申請這個研究的資助的時候 我都先向丁公 我們平時叫他丁公 我們是很尊敬的一位前輩 去探路 去研究一下這個主題 我會不會十六個月的時候 真的有成果可以出現 我的計劃有沒有不差的地方 我需要去了解等等 最後丁教授 就幫我在書上寫了一個序 這個序原 我就插錄了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 非常能夠表達到 我這本書寫書的背後動機 就是將喪禮劃分成為 煉笨狀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 希望大家今天聽到分享之後 就會很清晰地了解 整個喪禮的過程、流程 以及它的重點 當我們知識增加以後 同一時間就是 我們的選擇方式 選擇的方向也會更加具體 所以這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用圖解 達至清晰異明 同一時間 讀者可以對華人喪藏禮 背後的寓意和內涵 有更深刻的了解 所以這是很想跟大家分享具體的情況 剛才提到的 這本書是免費派發的 亦都透過分享會 個別派發或郵寄的方式 已經全數在完成這個計劃之後 已經派出了一本書 很多大專院校的學生 我們的學術顧問 一些重要的文化機構 公眾人士都已經手上 可能有機會有這本書 同一時間有些文化風俗的學者 會跟我交流和分享 有些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婦 都是我們其中一個對象 包括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海外團體和人士 包括些甚麼呢 我也會介紹給大家 我們香港的喪藏禮族文化 絕對不單單是香港的朋友有興趣 原來推廣到海外 最遠我去到哪裏呢 你猜一下 去到歐洲 去到法國 有些甚麼朋友 有機會看這本書 或者有興趣看這本書 在香港大家會看到 其實香港大部分的大專院校 一些學術的教學團體 他們都會有 譬如廟宇委員會 奉迎仙館 息息園等等 道教學院 他們覺得這本書 亦是很有價值 在當中能夠釐清了 念品載的主要文化的價值 同一時間 亦將我推薦給《道教電視》 《道通天地》 做了一個專題的訪問 所以這裏亦希望多一些渠道 去做一個推廣 大家將我們的禁忌忌諱 放下 重現我們的生活 一個這麼重要的面碼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 其他一些專業團體 包括殯儀工作機構 其他的社工機構 義工機構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我們也挺意外地 原來基督教教會 對這本書很有興趣 包括基督教聯會等等 他們也會幫忙派發這本書 因為這對於信仰上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很多儀式都會涉及到 宗教的元素 在不同的宗教 首先會決定整個喪禮 用了什麼儀式去處理 其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這裏也得到大家的認同和支持 中學的團體 剛才開始準備的時候 和幾位朋友分享 中學團體當中 大家可能會有些推敲或印象 覺得中學生是否適合這個議題 其實如果我們調整一下 其實他們也有動機去認識 特別是有些中學的老師很有心 我曾經去過十多二十次的中學分享 其中有一間中學的老師 是把這個議題和小冊子好做的 我記得他之後 他在第三天已經電郵聯絡我 希望每位全級的中文科的同學 都獲得一個小冊子 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計劃 將他列入為他們的課程必修科 中國文化的主題的專題討論 同學在參與了講座的分享之後 就積極去筹劃自己的專題功課 雖然法學功課 但對於他們的認識和實踐來說 非常重要 所以這裏也要帶出 究竟我們讀歷史的價值在哪裡 我們也很想透過這個主題 去和大家分享 很多朋友會問或者一個疑問 由我小時候開始喜歡讀歷史的時候 大家都會問 讀歷史是否有用 現在入大學 如果選修歷史科做專業的時候 大家會否有這個疑問呢 我們的學生界當然 最深歷史也是家人的支持 這個絕對不是問題 但同一時間 我們也要改變社會的部分 我只可以說是部分的觀念 其實讀歷史 如果我們將這個議題 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專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在發揮應用史學的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這也是 很多時候我們讀歷史 不是即時性 我們給了些什麼給大家 但同一時間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滲透 或者累積經驗的過程 融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這個應用史學 我希望可以值得推廣 得到大家的支持 剛才提到本地的 包括在海外、國內的一些地方 中國內地其實有很多的導學、導貫的團體 其實都有查詢和索取這本書 去到廣州的中山大學、澳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 在台灣、以至在新加坡 當時出版的時候都遇到一個機會 他們集合在香港的導貫當中 進行一個學術交流的活動 適逢其會 向他們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介紹我這個主題 同一時間 導學的前輩也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指導 他們說在香港華人 包括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其實他們還未開始有專論或專題 去整理現時見到的 喪葬禮族和華人的文化儀式 所以他們覺得這是很值得 他們帶回去之後再繼續研究 會不會再重整 當我們在全球的華人社區當中 發掘更多 我們如何傳承中國傳統的文化 所以這個議題 也慢慢將它推廣到其他地方 在印尼、法國的導教協會 亦給予意見和進行交流和分享 如果大家看到這本書 現在很容易 我們都是免費派發 不需要付錢 這就是要回歸社會 給我們這麼好的栽培 所以我們在中英圖書館 在荃灣的公共圖書館 其實這裡我都嘗試在準備 在中英圖書館 也會幫助大家搜索 搜索 這樣大家隨時可以查閱 各大圖書館 如果我們面前也有很多 看到很多年輕的朋友 可能你們有機會 在各大圖書館也能翻查得到 更容易就是直接上這個QR Code 出版的書 包括這個已經出版的 一個PDF的版本 還有另外一個更詳細的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會包括文獻資料 和根源的問題 這本書始終都是做一個推廣 和同一時間的蝙蝠有限 我就沒有印一個二、三百頁的書 希望大家可以更容易去閱讀 但同時間有一個詳盡的報告 也應該涉及到有百萬字的研究報告 接近拍過一下 忘記了是否計算FoodNotes 所以大家也可以參與 這個QR Code可以處理得到 而在中央圖書館 我最近也翻查了 原來在一個推廣的活動當中 涉及到情緒治療和心安 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本書也納入推薦的書目名單之內 今天也很希望是一個大造的清神 也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的時候 跟大家說這個議題 絕對不希望是很沉重的 我們面對一個心情 因為我們現在是準備的階段 我們現在是人生老病死 在必經的階段 同一時間 原來這是比我們 越知道得清楚 越知道得多的時候 我都很希望大家和我同樣一樣 有一個心安的心情和心態 所以這也是 其實很多的情緒治療 或者一些對於死亡的恐懼 其實你越知道得多 對你來說是一定有幫助 這個心安 這就是這個早上 我先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 亦我們抱著這個心情 去了解書中的內容 究竟為什麼我們要了解 香港華人喪葬禮族 新老病死 人生必經的階段 沒有人反對 有沒有反對 有反對可以舉手和我回應 如果大家沒有反對 我們會知道 當我們聽到之後 很容易就會出現這個字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或者你有沒有家人 今天說你今早去哪裡 我下去聽一個講座 聽什麼講座 好像我昨天向學校的同事推廣的時候 看到一個電郵就說 哇 神中追遠 什麼事啊 彭老師 他們都很驚訝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議題呢 我們今天看到神中追遠 就是大家不要問 很多禁忌 很多忌諱 大家都一樣 放下了忌諱 我們有一個心安的心情 去了解華人的傳統文化 對於傳統的華人來說 死亡是一個可面則面的主題 普遍都很難去掌握 因為大家都不可以說 大家都有機會的時候 究竟它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在處理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也是處於一個無知的狀態 我們希望可以知道更清楚 將我存在的 或者我年輕的同學 或者朋友存在的問題和疑慮 都可以進行釋懷 所以這個整體的分享 都很希望打破禁忌 以內容 現在現時常見的 香港華人山藏的禮族 以及它的儀式 作為主題 我們分享 現在大家看到就容易說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我們常見的 究竟它的根源是怎樣的 所以整個討論 我會透過簾笨狀 去梳理這三個階段的梳理儀式和部分 配合繪圖 不要畫了公仔就算了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學習過程 經常提點同學 我們必須有適當的文字解說 詳盡是另一個方式 但適當適宜 我們有重點的文字解說更重要 所以有機會大家在這個分享會之後 可以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希望你也會給我一些回答 看看我很期望去進行的文字解說 用一個適當適宜的 突出的面脈 是否真的可以達到給大家 是否真的可以達到我這個目的 我也很想知道大家的回答 在這裡我們用了很多不同的圖片 很珍貴的 在博物館運回來的資料 幫助我讀者去了解整個喪葬禮族的儀式 包括用甚麼工具 我覺得這也是最基本的 為何會存在那些工具 燒那些衣紙 為何會出現的 是現在才有 越來越多 變化萬千 還是古代其實一直在中國歷史上存在 我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有沒有這個答案 我們稍後也會分享 另一個主題我自己很喜歡 但是因為蝙蝠有限 所以我會盡量去整合抽選了 幾位香港名人的喪葬禮族 去進行分享 在這些禮族 都是早期二十世紀初 或者六十年代 甚至最遲到八九十年代 我仍然看到 煉笨藏三個儀式很具體 可以透過舊報紙 其他的紀錄可以呈現出來 今天也會跟大家分享 去具體看歷史的演變 到今天我們去對比情況是怎樣 這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中國傳統的文化 特別在喪葬的禮族當中 我們發現 它提及的效度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在掌有有罪的觀念當中 其實在整個喪禮儀式當中 亦都呈現出來 這是一個有條理 有一個協商的過程去進行 以盡它的效度 彰顯中國腎中追願的傳統文化 同一時間也鼓勵追念這個前言 給予我們的照顧關懷 養育之恩等等 都會涉及在這個效度當中 所以在我們獲得一個基本知識之後 我們更加要知道 它背後的文化意義是什麼 這亦是我們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再繼而在現時 去反思生命價值的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腎中追願》 我們今天講的書有一個副題 《世者善忠》 《新者善別》 《世者則指亡者》 《死者》 一場喪禮其實 就代表著 在亡者、死者、世者 向世界作出最後一個告別 亦是在人生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所以我們很想扮好這個喪禮 同時 《新者》 我們說的《新者》 是希望善別 因為《新者》所知 是在世的人 在世的喪親家屬等等 在喪禮的儀式當中 其實整體都是為這些《新者》而設的 很多的儀式安排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逐漸適應 《世者》的離世 一步一步 這是說的 有前沒有退 這是很重要的 是一步一步去接受 以及繼而在適當的喪禮流程當中 去撫平一種失去至親的相同 達至深安的情況 所以這也是善忠以至善別 在傳統的華人喪禮當中 我們可以了解得到 我們再看看中國傳統的文化 其實喪禮和喪禮都是五禮之一 非常重要的 自古以來 這個空禮都是屬於喪禮之士 等同於其他的五禮 包括祭祀、軍旅、奔轄和冠軍 都相當重視 但其他環節 可能我們有學習的機會 或者了解的情況 特別是對於這個空禮 我們絕少談論 所以一直以來 喪禮的問題 都是我們比較不容易接觸 容易忽略的 或者是因為被忌諱 而有所欠缺我們的認識 在中國傳統的史著當中 包括禮族的歷史 喪禮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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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比比加的事 這不是我獨創的主題 其實很多的歷史專論 也有討論 他們有不同的焦點 進行研究和分享 特別在儒家的喪禮禮儀當中 都是很強調一個 是死如生的喪禮的價值觀 因為他們相信死人有知 是死如生的一個生死觀 令我們特別在歷史上了解到 是死如是生 是忘如是存 孝之自也 與孝道有密切關係 待會我們看一些儀式 直接可以反映到這個生死觀 同一時間 對於傳統的生死觀 我們亦在儒家的信念當中相信 人死後靈魂永存 但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當中 有生活上的需要 但不代表他們會吃的食物 能否吃到 而那些食物是否會有其他代替品 亦會出現 所以跟我們今天眼見見到 是有一個轉變的過程 我們知道整個喪禮 喪葬禮儀 其實在西州一直已經存在 亦相當原備 所以我們特別是從禮記的技術 嘗試去了解中國傳統的喪禮 程序、規格 以及已經成為了喪葬的藍伴 禮記內有甚麼專論 如果在座的朋友有興趣 日後再參查的時候 譬如喪大忌、問喪禮 這些都是一些特別的典籍 我們可以翻查到 特別強調到春秋戰國時期 儒家喪葬的禮儀 這也是很豐富的 一些中國典籍 我們可以了解到 當我們提及到喪禮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想起 要風光大壯 喪禮內 我們提及了很多四字詞語 風光大壯是其中一個重點 究竟當時古代的時候 喪禮又可以有多大規模呢? 其實在秦項期間 我直接說 當時已經開始有一個喉葬之風 秦始皇大興的喉葬 當時最早在他繼位之初 他已經開始營造下謝秀寧 在哪裡我們看到呢? 今天亦是活然在我們眼前 包括秦始皇陵的博物園 也包括兵馬俑的巧古法骨 所以在文獻混流下來的重要文化遺產 其實亦是在反映這個討論 更具體 在漢武帝的時候 後葬之風亦是興起的 在後漢書當中 也有很多記錄 譬如我們今天也是 從我小學開始 在中國歷史的教科書當中 其實已經看到金樓玉二 當時年紀太小了 老師也沒有特別向我們小學生強調 究竟是甚麼回事 只知道價值、製作 但背後的文化動機 也不太清楚 原來我們今天會知道更清楚 特別在東漢古墓的法物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 傳統上 風光大壯的傳統價值 一直都影響著我們的 喪禮的安排 到今天我們要看回 現時常見的 香港華人喪禎禮族的儀式當中 其實我們都會看到 一些是死如生的生世觀 包括我們很希望風光大壯 不要失禮 我們一個世者的情況 所以我們再加以香港 歷史文化的變遷 社會的變遷 貧富的差別 以至制度、不斷的轉變等等的因素 其實都導致 香港的喪禎 在一些儀式上的改變 很多的因素 包括剛才提到的宗教 其他引入 在一場的喪禮當中 其實時間是非常緊迫的 很多時候 我們對於這些儀式的處理 我們都會認為 有機會 部分朋友認為 這是繁文慾節 我們不是特別需要 甚至是可以避免就避免 因為有些朋友去過一場喪禮 特別是傳統喪禮 他們會覺得很吵架 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 所以覺得沒有意思 甚至乎有些避訪者 年青避訪者說 好像在做一場大戲 不知道他們跳來跳去 在做甚麼 只知道避免做儀式 然後他們到了喪禮 就會問一個問題 我其實應該幾時可以離開 這是促食文化 剛才所說的 不要阻礙我上班 不要阻礙我上學 還要我學慶趣班等等的安排 所以通常 喪禮最學求的時間 通常都是星期六 所以要復勞火化 或者其他喪禮禮族的儀式 要進行的時候 星期六是最熱門的時間 亦是最難預計的時間 好了 我們回到主題 我們看到香港 一個很急速的 城市的生活節奏 部分儀式 我們已經發現 要被迫簡化 甚至面臨消失的危機 我們仍然都知道 但是我們因為節奏的問題 處理的問題 我們是被迫簡化 甚至將它強行合併 我今天希望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跟大家分享這些情況 我們看到現在的意識 究竟哪些 我們應該繼續傳承 哪些是可行的 我們應該去執行的 整個喪禮當中 其實仍然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有很多個問號 我希望可以解答得到 在我們一種不敢問 和不應該問的情況下 我們不知在哪個場合可以問 我們都很期待 我們可以辦多些這類型的講座 我們可以多一些了解和溝通 將儀式 將具體的情況 中國文化的意義 我們可以了解得更加透徹 希望我們將不敢問 不應該問的減到最低 回到我們看 整個中國的喪葬禮族當中 涵蓋的內容非常豐富 大量的儀式 用具 祭品 以至服飾 稍後大家都可以了解得到 紅紅綠綠 很多這些顏色會存在 今天我也是紅綠綠 其實一場的喪禮 是否真的只有黑白灰 這幾個顏色 今天我們可以重新審視 可以有很多規章 很多術語 甚至有很多禁忌 因為我這個主題 我很想強調的是 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 以及它的意義 所以這些禁忌 這些禁忌 書中有部分資料可以提供 但這不是主題 這也是禁忌 我們不可以憑歷史的文獻 或者我們的經驗 去確實 去引證 這些很難引證的事例 這些不是事實的情況 所以這就不會涉及在 我討論的主線當中 但是香港華人 輾轉去相傳這些 約定俗成的文化價值 這是值得我們了解 也是經過本土化發展 已經成為了今天 一個很重要的 非物質文化的遺產 這裡我要提及 我開始有一些 繪圖的圖像 讓大家參考 稍後我們也會看到 這是一個靈究 中國的文化 非常深厚 無論是支持 即是年輕的同學 或是年輕人 甚至乎 如果你不是歷史專業 而是其他專業 可能你也沒有時間 特別去研究 我也希望可以帶出 引起大家有認識的動機 靈究所指的是甚麼 就是有遺體在裏面的一個棺木 我們遺體放進去之後 這個棺木就叫做一個靈究 很美麗的名詞 好像有靈魂的生命 這個靈究就是古時 在當時二、三十年代的時候 在香港仍然可以看到 有一個棺杖去裝飾 同時你看到四旁白鶴作為裝飾 遊街的時候 這是很講究這些安排的 常見的桑葬禮族 其實今天我所提及的 主要是以廣東的禮族為主 當然我們是廣東人為主 香港人數更多 同時我們鄰近廣東省 所以這也是我們香港人的生活文化 生活語言習慣的 受到廣東文化所影響 所以我先要談及廣東的俗例 因為如果提及到桑葬文化 其實在香港活躍有很多不同的俗例 例如水上人的水例 福建人、潮州人 陸續我也有搜集資料 不過一本書或一個專題 不能太貪心 五花八門的東西我們都放在一起 所以我會專門先分享廣東俗例 日後有機會 希望將其他觀察到的情況 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圖像是一個大型的花牌 上面有一個對聯 看到人和花牌的比例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對聯寫著 功夫全鄉裡 量節超後人 這是一個紀念鮮豔的讚賞、讚美 這是很重要的 受到宗外宗教文化的影響 其他的宗教儀式 也會影響到整個桑葬的安排 甚至有一些喪親家屬 可以憑著自己的決定 將這些儀式增加或減少 所以這也沒有一個特定的安排 同時在佛教的喪禮儀式當中 其實也會很常見 融合了一些道教的燒姨子 或者破地獄的儀式 這個圖像就是燒姨子 亦可以讓我們年輕的同學了解一下 在三十多項的繪圖和文字解說當中 其實會包括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昔日香港遊街儀式的分享 同時在鋪觀一下 這些陪葬品 我相信大家也會有好奇心 想知道更多了解 曾經有經驗的時候 但我們也不可以睜大雙眼去看儀式 去進行和處理的過程 所以今天我會逐一去解構一下當中的過程 以及中間有沒有很著重我們去了解的文化價值 甚至破地獄船觀和土葬的傳統 我們今天常見的儀式 我們都可以體會得到 這是在書中的一個拉頁的大圖片 就是展示當時昔日香港遊街的儀式和異常圖 為何遊街這麼重要呢 其實遊街是一個宋葬 出品之後 一個宋葬的很重要的禮言 今天我們是《教為小見》 大家記住我這個討論 我在說《教為小見》 對嗎? 遊街是最容易被人見到的 接觸的人數最多以往 出品的人數代表喪者、亡者、社會階級的高低 以及存在著一種厚壯的觀念 以至當時二十世紀的時候 很多華商、官商、士商都會進行遊街儀式 封劍遊人 有時與《街坊、街里作》 最後一次告別 其實也有一些比較普通的平民 可以說普通階層的人士 也有進行遊街儀式 在一些分享和平日接觸我的前輩 其實有些前輩都跟我說 其實在八十年代中 其實他們在一個很旺的街道 我舉個例子 在很多街道和新界大埔 他們都仍然常見 在九十年代都會見到遊街儀式 甚至於八十年代中 在旺角的花園街 他們都會親身體會過 見證過遊街儀式 所以你們說這個儀式已經一早釋為 這亦可以進行一個否定 遊街中會涉及到甚麼呢 就是整個佈局 以前居住的環境 其實跟我們今天很不同 所以以前可以保留傳統儀式的時候 亦都是在居住的環境 我們可以看到 特別是樓宇的高度 以及容易被他們拆掉一些騎樓 一些窗戶 活動的性質很高 他們可以搭建桑棚 即一些竹棚 這是搭行上樓的一種方式 可以在桑棚裡 將棺材混入屋 這其實在傳統當中也很重要 因為傳統上的吉的棺材 即是空的棺材 吉的棺材 不會由你正門而入 在傳統當中也會處理得到 所以必須搭一個桑棚 去安排出殯的儀式 在殯之後 在送葬的過程中 整個優佳最前面 我們看看這個 就是儀仗樂隊 作為一個引領的角色 引領的 合望者的觀察和價值觀 非常重要 很多時候 在桑棚儀式當中 由長子負責 優佳的儀式 又是儀仗樂隊 有西樂的也有中樂的 甚至如果更富有的人 可能他們的中樂、西樂 會有很多不同的樂隊 交替能夠負責 另外也會涉及到 重要的工具就是 效能 表示先人的情況 特別是職員享受 過生時的年紀有多少 這也會調整 遺照 剛才提到的大型花牌 和靈咎 會隨行 是一個很隆重的儀式 送葬的親友 也會透過桑棚的過程 一同一起進行送葬的過程 也是紀念先人的一個很重要 其他街坊、街禮 你看到圍觀的人 其實都是和亡者作出最後的告別 所以這個儀式非常重要 其中一個 今天是特別想介紹給大家 一個搜集資料過程 就發現 我們基本有個理解之後 究竟有沒有一些具體的例子 歷史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二十世紀上半業 一個很著名的企業家 慈善家何董卓士 去出泵遊街的一個路線圖 我翻查了幾份報章資料和紀錄 包括《工商日報》、《工商晚報》、《華僑日報》等資料 可以了解得到 何冬卓士 他在1956年4月26日 享年95歲的時候過世 我現在展示了一張相片 但我仍然未確定 相片是他的遺照 稍後希望透過何冬卓士的後人 我們今天在座也有 鄭天賜先生 在中觀當時的報紙和時間路線 其實我們都可以規探當時 適入名人喪董出殯的時候 一個聖誕場面 何冬卓士4月26日的時候就過世 他的喪禮出殯在5月2日下午3時開始 他的親屬好友都一同前來執法意識哀悼 在出殯的行列當中 大概在2時就開始 由河東家族的河虎 位於西摩道8號的河虎發人 在地圖上你們可以看到 由誰去開路呢 當時是由警察、電單車的路隊引路 由聖約漢救商隊的樂隊先行 剛才所說的 樂隊是一個引領的角色 兩個分別 隨後何冬卓士的靈車也是同行的 一路靈車進行報紙的時候 原來靈車車內的靈救鋪滿了何冬卓士 身前榮莫的數十個勳章 所以這裏也提及到遺照上 擁有一個穿著唐裝 以及身上掛滿分章的遺照 他說這個分章在車頂上 還有穿著中國禮服和佩戴 下鑊有分章遺照 以至十多位 護衛在兩旁是同行的 看到的場面很盛大 中西的官身、側弗的座車 亦都多達一百輛 一百輛一齊 和何府自己的汽車有四十多輛 以至還有四輛巴士 去盛載他的親友 去隨行送葬 場面非常盛大 而這個靈車去到堅渡合一堂的時候 堅渡合一堂 明宗九十五響 藉此對於響年九十五歲的何冬卓士 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區的灣仔警署 有派遣大批的中西警員 沿路每隔二十步的距離 就由一名警員站崗 去維持秩序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我們今天要重現 遊街喪葬禮族的時候 涉及到的交通安排、維持秩序 所有的安排都非常要求高 在過程當中 沿路沿著堅渡東行 之後途經港督府的正門 而當時港督府正門 都要派一個五長 率領四名全副武裝的衛兵 屬立 舉槍行致敬禮 除此之外 匯豐銀行 派遣經理和多名高級職員 在正門暫立等候寧車 花園道聖一項座堂名中致敬 以至在花園道的梅夫人健康院 即今天我們所稱之為梅夫人婦女會 匯豐銀行、高等法院 以及渣打、洋行等機構 都在寧救途經經過的時候 就會下半期治愛 整個儀式在我引述的過程中 大家看到的規模 以及游街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以至在上亞利不道經過之後 轉入花園道 再繼而向皇后大道中西行 去到布丁寨街 入到德庫道中的工商日報 即是賀東全體的職員 都齊集在門前縮立 向已故的董事長致敬 再經過他們一連串的安排 以及凌車經過 也由警察總部的銀樂隊 接替聖約項九商隊的樂隊 引領這個行列 再轉入軒尼斯道前往跑馬地 再經過波斯庫街禮頓道 因為很近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很活現了 整個途徑 陸軍樂隊在王麗衝突 接替警察總部的銀樂隊 剛才提到引領的過程中 這個規模是絕對值得我們留意的 引領出並行列前往香港賽馬會 公眾入口處 靈教進入馬會 樂隊再次就起哀樂 辭令的儀式立即開始了 這也是在香港賽馬會的歷史上 第一次借出馬場作為磁陵的場地 靈教進入馬場之後 也是歷史上第一次 之後我就沒有具體資料了 所以我們從這裡開始 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整個桑葬禮族的過程中 其中由階出奔的過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 也透過河東著氏的 出奔的由階路線圖 我們看到大致上的處理方式 亦是代表著當時的名人 梳葬禮族的一個很重要的展述 我們也看到這個情況 這裡是一些書的展影 其實我很希望可以給大家介紹 有機會如果大家有書的時候 對於年輕的朋友來說 要打破禁忌的忌諱 以及他們要把這個資料 帶回去跟他們的家人分享 這是其中一些我安排的途徑 我們在下幾個小時 放進去 集中看看 臉笨狀三個階段的儀式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臉 就是第一個階段 從大體接送 就是遺體接送 到遺體入觀之前的儀式 我們也納入這個臉的部分 所以臉亦會分辨大臉和小臉 兩個過程 先小臉和大臉 在遺體接送之後 其實我們很需要幫這個遺體 去進行整理移容 所以整理細仔的移容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包括潔淨、穿衣和化妝等等 而進入到大臉的時候 就是深立遺體 細仔的遺體 進入觀目和進行封觀的儀式 所以今天已經很專業 去到一個有遺體化妝師 也有類化妝師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 我們會考慮 繼續延伸我們觀察 以及進行研究的方向 回到我們看這個臉的禮族 一個很常見的 我相信大家 如果今天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時候 必然你們都會想起 擔回買水的儀式 買水的儀式 一般都是由長子負責 因為長子有一個引領的角色 所以在很多傳統喪葬儀式中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寓意 翻所指的是長番燈籠 所以手執著一個小隻 白色的長番燈籠 我覺得買水很有意思 當我們平日都很容易接觸這個名詞 單番買水 買水的意思是什麼 所指的是請水 黑水 大家記住 黑水這一個 我覺得比買水更加明確地 表述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 特別是提及到傳統上 人一生只可以進行兩次買水的儀式 一次是為父母、一次是為父親、一次是為母親 兩次的喪葬儀式 當然今天會引伸到現在家庭的組織 小子化等等的情況 我們會有調節 我們先看看傳統 原來在論語當中 會提及到生、事之以來、死、葬之以來、祭之以來 所以當我們面對生、老、病、死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禮族去維繫 甚至我們不是單單今天主題 講生、死、喪葬禮族、喪禮 其實我們不應該在前言過世之後 才尊敬祈愛 同一時間在生的時候 在這個論語當中很明確 我們都要視之以禮 我們都要以禮相逢 要孝敬父母等等的問題 所以當時在古時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不會有節奈水 孝子在喪親之後 就要到河邊去捉土 之後祈求獲得潔淨的水 為世者去清潔他的遺體 進行小念的儀式 同一時間他會將一個銅錢 拋進水裡 向大自然作為取水的代價 其實古人真的很有智慧 在同一時間 對大自然的尊重 其實我們也很明確 可以在這裡反映得到 進行買水之後 有潔淨的水 就真的要進行沐浴的過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特別留意 沐浴所指的是什麼 我跟一些年輕的同學 或者一些朋友分享的時候 不同年紀的 大家都沒有想過 因為當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受到很多物質文化所影響 我們今天用很多沐浴露 很多Body Illusion 其實沐浴露 我們沒有特別了解 原來沐所指的是洗頭 清潔頭髮 沐所指的是洗身 清潔遺體的身體 所以他們分開儀式 去進行和處理 有一定的步驟 開始的時候 就為世者結淨她的遺體 也完成之後 要抹乾遺體 作為完成的步驟 但現在我們不容易做到 剛才所指的是 長子作為一個單番賣水 如果家裡有很多情況會出現 我生的全部都是女兒 那怎麼辦呢? 長女可不可以負責呢? 又或者如果是單身的人過身的時候 今天還要維持這個儀式呢? 今天必須帶來一些轉變 所以在全城的過程之中 我們看到社會的變化 環境的變化 其實對我們都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這也是實踐到 今天我們如何調適 所以在殯儀的處理當中 其實他們也有一定的處理 例如跟家屬去溝通 或者他們有女兒 有獎女 會否可以容許他們去負責這個儀式 甚至由他們的女婿去負責這個儀式 當然這一定要經過一個 完整完滿的協商 剛才提到 孝子只可以一生在傳統上 幫自己的父母 割造一次兩次賣水的儀式 所以如果我要跟其他親友 甚至乎我用女性的角色去處理這個問題 參與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你就要跟自己的父母去溝通 當中其實我們也有很多調整和商量 甚至乎用油殯儀館的朋友去幫忙 這也是一個調整的 仍然保留這個儀式 是我想希望大家去了解和強調的 好了,去到沐浴的過程 當然,我們剛才提到 為何要開始的時候 我要先在念的時候提及遺體化妝 因為我們今天有很多技術上的協助 有專業人士的幫忙 我們的遺體可以處理得很好 無論她過世的時候 遇到什麼情況 大致上都可以處理得到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不會用一塊濕毛巾 再幫遺體抹身、抹頭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會用了一個比較簡化的過程 就是用一個毛巾濕了一點 就是在上面輕悉做了一個動作 師傅就說 這個叫做抹一抹 抹一下就可以了 這已經代表了這個動作 所以遺體上的簡法 也有轉變到必然的 必然會存在 我們也相信要接受這個情況 古時的時候 孩子一出生 第一次被清潔 他的身體 都是由父母親手去處理的 這是一個很呵護關懷 秘致的一個過程 我相信如果是為人父母的時候 你一定會親身感受到這個經歷 所以當父母離世的時候 也會透過孝子 去堅負這次最後結症遺體的責任 這也是盡效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 亦是寓意人生有始有終 所以這個寓意非常重要 到了遺體結症之後 我們便會處理那個棺木 棺木有一個鋪觀的過程 傳統 今天講的傳統 普遍會出現到 廣東的俗例 會放一個七星版 寓意有一些祝福 但同一時間 也有實際上隔水的作用 因為遺體可能會出水 有其他情況 所以這也是看到傳統上的智慧 要做一些裝飾的裝飾 以及鋪滿了金銀 其實是金銀衣紙 接好了之後 他們有機會鋪在上面 其實也有實際的作用 我會提及一下 我先看看 包括他們的工具和項目 獸衣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這是 世者入念所穿的衣服 就是傳統的獸衣 獸紙其實就是書中的這個 你見到這個設計 其實我自己也參與很多 所以很多重要部分 我希望可以用一個很精簡 很達義的方式 我希望可以表達出來 所以大家也很容易 會看到這個 其實這是一個獸字 傳統上 這個獸衣 獸衣的安排是怎樣呢 我們也有特別的 雙數為羊 單數為陰 所以男雙女單的情況會出現 男裝的獸衣 這個最簡單的規格 就有六件 女裝的獸衣 就有七件 另外 我們看到這個鋪觀的過程 亦有頭枕和腳枕兩個安排 頭枕是一個雞鳴枕 有一個公雞的公仔在上面 象徵要喚醒一個沉睡的下者 去面對他的死亡 接受離開人世的事實 雞鳴枕的腳枕 亦是托著腳 將遺體安置得很穩妥 其實如果你說在技術上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安排 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方式 而剛才提到的鋪觀 一些陪葬品 去申請好喜歡的服飾 其實都會有機會 可以安排鋪在遺體的下方 鋪好後才將遺體放上去 所以有一個說話我覺得挺特別 它說是托著頭枕 就表示有較好睡 托著腳臉就享受世界 寓意世者、善忠、新者都善別 遺留一些福音給後人 所以這也是傳統上會出現 另外一個陪葬品 也是比較特別的 可能在這個圖畫上 大家都會看到 這個放大圖非常好 就是壽犯程 有機會會用壽犯袋 視乎官幕的位置、空間的安排 以左、紅、右、綠為主要 所以很多顏色、色彩 在桑造文化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 當所有用品處理好後 我們就會有一張瘦皮 即是在孤墨之內所蓋的一張皮 我們會放在上面 這是很傳統的規格和儀式 接下來的文字資料會比較多 大家可以用少許時間 去看看上面的陳述 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亦涉及到煉殯狀的儀式 過程和不同的階段 我們剛才看到買水 古時沒有自來水 只要去到河邊去捉土 祈求潔淨的水 和遺體去潔淨 然後進行沐浴和收容的儀式 以至達至於小念 古時的作用和價值非常重要 特別是古時以小念 作為保存遺體的一種方式 剛才我們提到的衣物 去保護遺體 不同的衣物 穿著之後 都可以達到一種重重包裹的意思 以及進行一種保護 從而減低空氣的接觸 產生一些防腐的效果 當然在古代的時候出現的情況 亦表達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歷史意義 就是孝子而孫的心意 而且他們很希望利用他們有限的材料物質 可以進行這種保護 以示他們的效心 另外一些儀式 剛才提到的 一些受犯程、受犯袋 或者大家可能會看到 會放一些金珠、銀珠 進入細者的口中 稱之為定口 這些都是出於一個孝道的文化 不忍心父母 張開口 空著嘴巴 進行離世的儀式 所以世者善宗 很多時候在小念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和表述得到 而受犯程 剛才提到的 其實也表示 很希望世者 過世之後是一種死如生的 一種生世觀 過世之後都有飽飯吃的 來生之後 他們也可以封衣足食 同一時間庇佑他們的子孫 所以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看到 對於世者的一種尊重 一種愛護 和一種保護 其實在傳統的價值當中 在念的過程當中 完全可以體會得到 踏入到第二個階段 即是殯 殯所指 就是入念代狀出殯的過程 所以入念代狀的靈咎 就會停泵在一個特定的場地 以前的人 一般會很希望受終正寢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的 遊街的過程 他們都會在家裡出殯 受終正寢 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 希望在家裡作為離世的重要場地 當然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演變 我們知道 辦理死亡證 其實在香港的歷史 由戰後開始 一直都有厭辯 特別是1947年開始 當時要辦理死亡證 都是由去警署就可以辦理得到 非常方便 但經過20年之後 在1967年的時候 就修訂了死亡證的一個登記制度 必須領一個死亡指 再過十多二十年的時候 去到1986年的時候 殯儀館的一個區域市政局的副例 亦開始提出 所以轉變了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就是我們在出殯的場所 從家裡 就是一個翻天覆地 轉變 大部分都是殯儀館 所以剛才提到 若果真的要在家裡出殯 或者你進行遊街儀式 今天是絕對不容易的 但我要問一個問題 其實是否禁止的呢? 可不可以的? 有朋友申請 有朋友領頭 有朋友領頭 我們有很多答案 是嗎? yes or no 是的 有特定人士就可以 所以是否呢?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答案? 我看過書的同學 我不聽 聽不到他的答案 他抄襲我的答案 OK 開玩笑 今天我們發現 其實在整個儀式的探討過程當中 我都會自己有一些疑問 以及進行參考資料的時候 都給予到一些新的問題 因為我看過一些香港史的書籍所說 他說自六六七暴動之後 香港就是禁止 禁止遊街儀式 所以在喪葬禮族當中 就不會再看到遊街儀式 書籍是這樣寫 那信不信呢? 信不信好? 那我就找資料 根據什麼資料 會有這樣的技術 提供不到 我找不到他有注釋 有佛祿 有參考資料 那開始 這個疑問給我 是更加動力 我要去查 究竟確實的事實是怎樣 好 那我就利用禁止這個概念 禁止 就是應該由法例去禁止 好了 查香港法律 找律師去查詢 一連串的過程 就是我在這裡出現到的 成書的手集資料 和整理資料的過程 最終 法例中找不到這一條法例 我仍然很希望 大家如果有新的資訊 有新的資料 或者有其他的觀察 都隨時跟我聯絡 希望可以完整我們這一種的觀察 好嗎? 我憑一人之力 今天提出了一個推動 我相信是一個推廣 希望有大家更多的客社前輩 還有有認識的朋友 可以一起去繼續努力這個主題 好 我找不到一個法例 我問律師律師都找不到答案 讓我知道 我接著就向警察事務科去查詢 我就電話查詢 電郵查詢 得出的答案就是我們可以申請的 否定就一樣很重要 不是法例禁止 也不是自6667暴動之後禁止 只不過我們剛才看到過程 為何我要呈現昔夜的過程 讓大家去了解呢? 過程當中可能有很多事情要涉及到 我們要有特定的安排 特別是交通 還有今天如果真的要進行遊街 大家一定有很多朋友 都很有興趣看香港一些 地區的舊照片 我另外前兩個月做了一個主題 就是香港街道文化的歷史 看回街道的演變 其實你就很清楚 其實這裡都會相關涉及我這個主題討論 就是我們要進行遊街 而現在的街道行人路越來越窄 所以我一定要封了整個馬路 我封馬路的時候 我有甚麼條件去做這件事呢? 而且最終我都問一個問題 我有沒有需要? 所以開始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也會提及 我們增加了我們的知識之後 我們就有抉擇 我們有決定的理據 哪些桑葬文化是有具有價值 我們必須要保留 哪些可以隨著生活環境的節奏 我們是沒有辦法 我們都是要選擇去減散 或者進行轉變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究竟我們有沒有那麼需要 這是其中一個 所以今天我們會涉及到 在辦這個桑葬禮族的時候 會涉及到 食物環境衛生署的條例安排 入境事務處的安排 衛生署的安排 所以今天會在制度方面 其實這些很硬性的資料 我們很容易知道 在制度文化演變的過程中 影響了我們這些桑葬禮族 所以這個很清楚 所以在出殯的過程中 這就是由六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最大的轉變 另一個最大的轉變就是 當然是火葬的普及化 政府的推廣普及化 這是另一個 所以在廉殯葬三個階段的儀式當中 我自己的分析和體會就是 殯和葬受到制度文化的影響是最大的 只不過臉剛才提到 殯儀化妝和修飾兒容等等 其實都會受到制度影響 因為今天疾病的傳播 我們今天大家相見相識的第一次聚會 我們都要戴口罩 大家很親身體會 所以一些極度高度的傳染病 都會因為遺體的處理 在制度方面要保障遺體的接觸和處理 工作人員的健康、著想、疾病的傳播 所以他們都會有一個絲牌去以知識別 這些制度文化也有機會影響念的情況 如果從一個城市規劃的制度文化角度去看 其實這也是一些很硬性的資料 我們很容易會知道得到 反而我們要去具體知道 這些蘇禮背後的文化意義和動機 反而這值得我們花更多時間去處理 剛才提到靈臼 提到蘇禮的簡化情況 今天大家可能都有機會了解到 院出是其中一個最簡化的一種方式 因為在公立醫院的禮儀室 或者進行一些簡單的儀式 進行出殯的過程 所以很多人都因為那個空間 地方的限制 其實很多儀式也不會在那裡處理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殯 主要我介紹一下廣東族禮 都是在殯儀館裡面 常見的華人喪葬禮族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會圖 雖然我們在說喪禮的來賓 遮遮親友、同事等等 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 或者我們年輕的同學會常問我一個問題 我們是否一定只能穿黑色衣服去一個喪禮 喪禮裡面的色彩這些問題 其實都延伸到我們的觀察 我們說說出殯的時候 其中一個常見的禮族就是破地獄 這是現存香港道教的打齋儀式 剛才我們在說 如果是行佛教儀式的喪禮 有機會就是燒衣紙或破地獄 都是道教的儀式 這裡也是在我書的封面 這裡我也介紹了 這裡有個道士、道長、藍學師傅 我記得張書做推廣和面世的時候 有朋友跟我說 你好像畫錯了 我們的道袍應該不是這樣的 原來我們發現 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沒有畫錯的 現在告訴大家 為甚麼我要解釋一下 原來現存的道教 打齋儀式 其實我們常見有三類 我今天所介紹的 就是殯儀館裡面 道堂的本地藍學師傅 一般我們所說的 正一道派的火居道士 他們主要是45年之後 前後是由江州移居 來到香港的藍學師傅 所以這個道袍是對的 是常見的 第二類是新界圍村 和水上漁民的傳統藍學 主要是在東莞、新安兩院的齋儀項項目 第三類就是在道觀 如果有朋友覺得 不是穿紅色的 應該穿黃色的 那些應該是道觀 所以剛才我提到 開始的時候 我進行一些非為的研究工作的時候 就更加親身體會了 在奉迎仙館等的地方 進行很多的考察 好像在青重觀 原學院等的地方 也常見的 這些齋儀的儀式 主要是用一個誦經慘禮 要亡者的靈魂去聽道文法 去超渡他們 希望他們獲得一種釋放、解放 所以這裏有三種不同的 破地獄 現在我們看到是殯儀館上見的 藍學師傅所進行的儀式 破地獄的名稱 我覺得這裏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破九幽是其中一個被稱 另外一個就是更加具體 破地獄 我覺得也是有些令我們誤導、誤解 其實我們對喪作文化很多時候 有些不清楚 甚至乎 我覺得紀委之餘都是我開場白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多誤解 我們要釐清我們的誤解 剛才猶解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破地獄 好像要打開一些地獄 要幫它破出地獄 其實原來的意思不是 原來的意思是破九方地獄門 我覺得這個名稱才是最容易讓我們知道 它正在破什麼 原來正在破門 原來這個道教常見的打劑儀式 那個破的意識不是破壞 不是打破地獄 不是破壞 是要打開 是一道門我們要幫它打開 打開九幽地獄之門 這就是幫助誓者重建光明 脫離地獄苦海 你不是要去殲滅地獄 破地獄就有一點誤解 我覺得誤導 原來破九方地獄門 打開門才是真實的 如果有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開始想想 哪些人需要破地獄呢? 因為已經到了最後半小時 所以我沒有給大家太多時間思考 我直接就已經打了下車情況出來給大家看 原來在殯儀的專業的從業員當中 向我提及 破地獄其實一般情況 都是死於非命 或者未能受終正寢的人才需要 一般老死病死 在醫院過世 一般情況其實都已經是人生的必經階段 那些大部分都是不需要的 我這個分享 可能對大家來說也有很多衝擊 開始有很多朋友聽到我分享的時候 他們就說 哎呀 原來當時我沒有做到 要做 還是我不需要做 我又不懂得處理 不懂得自己辨別那種需要 我們不懂得辨別那種需要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今天真是 如果你說史學研究 我希望可以回歸社會的時候 提供這些應用史學實際的知識 希望給大家去參考 當然這也是我們去了解 究竟壽終正寢 這個傳統的價值觀 在我們心目之中的重要性 這個也是 不知不覺其實我們在傳承著 這個也無需要刻意去規劃 破地獄這個我又重新去解求 剛才希望鋪觀 看到棺材大家都升官發財 不會有恐懼、不會有忌諱 破地獄也同樣 因為破地獄是在笨的儀式當中 其中一個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包括我現在接觸一些年輕的同學 我做一些初步的訪問統計 都發現他們在參加喪禮的時候 其中一個大的疑問 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在做什麼 是不是? 開始關燈了 然後他就說 不要說話了 不要笑了 看看他不知道在做什麼 跳躍 剛才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就表示 不一定是年輕人 什麼年紀階層的 都可能有機會覺得很吵吵 好像做了一場大戲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原來當中南無師傅 你可以仔細看到他的服飾 其實他跳躍的動作上 他在服飾上面也有一定安排 我這個每次問的性格 有時候也挺得人喜歡的 為什麼問得這麼仔細 跟大家分享 你看到鞋子上有一塊滑 看到嗎? 通常去穿的是中國布鞋 不會有這一塊滑 這是什麼? 是橡筋 原來有些師傅 在跳躍的動作的時候 怕鞋子飛了出來 真的不太好 所以他們會有一條橡筋 去進行保護和安排 另外你看到 副館也是比較寬鬆 所以他們的襪子會穿在外面 包著 但是道鞋子就不可以了 所以他們會適當地 去處理到很多這些問題 配合音樂他們的動作 以及他們一些重驚 經文這裡我真的很抱歉 道行未達到 即是了解經文 希望簡易時日可以努力 或者交由一些更專業的道學人士 再分享 以往我在分享會 有機會 我們也會找專業的人士 一起去進行座談 希望日後都繼續 如果大家繼續有興趣 這個主題 我們可以繼續用不同的渠道 或者籌辦不同的形式 繼續討論 所以到這裡 他們會手執銅木劍 上面有火 火原來是象徵細者 能夠脫離地獄的火害 這個火可以幫他打開門 我們說打開門 我們不要因為破爛了那些鴉片 我們就認定它是打破地獄 不是 是說那道門 九丘地獄之門 好了 九塊鴉片很重要 這個工具有一個重要性 我們看到上面有些鬼王的指揚 原來那些鬼王的指揚 就是代表著 象徵著打開地獄之門 那道門 也是勸喻細者 一個重要性 就是要去釋懷 同一時間 不要再受生前的罪孽困擾 所以我們說 雞鳴枕會喚醒那個亡者 這些是我一直搜集的資料 整理出來 自己領悟的 你說是否有道理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换成了亡者后 原来就是要他释怀 免受困扰 这真是达到世者善终的目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看仪式 仪式背后的价值意义非常重要 到了灵堂 又是另一个场景 我们说出病场地转换了 不再在家里了 到了现时常见的灵堂的布置 到灵堂 我想大家都未必有机会 逐一逐一去世世去观察 今天就适而尽早去做准备 尤其是我们的同学 在小学、中学 甚至在大学的阶段 大家就不需要了 我有朋友会问我 其实到灵堂 除了服饰以外 他真的站在门口 他思考很久 不知道如何踏出那一步 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他会做些什么 尤其是左手边有一排椅子 右手边有一排椅子 那我坐在哪里好呢 我应该先做些什么 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我们看到灵堂有些布置 首先用一个视角 我现在很流行 用一个参与桑礼的视角 在宾客新村素色的服装 所以你会看到主要的素色 其实也可以 现在也不一定是全部黑色 就是一些深色素色 前来调宴的一些奔 两旁就会有很重要的 这边的左手边 就是丧亲家属 在灵堂上 就是首灵的角色 以及他们位置的安排 另一边就是在桑葬来宾 手作休息的地方 有分左有分右 中国人是以左为大 这个观念很重要 以左为大 所以一般致亲就会坐在左手边 你要视乎 我刚才一开始说 除了孝道文化以外 就是长幼有罪 亲疏有别这种观念 所以同事或者其他朋友 通常会坐在右手边 大家有一个礼仪规格 那就不用争了 在寧堂上 可能在新闻报道 或者不知道大家 会不会有些亲身经历 很多争吓会出现 很多时候 平时我们都说 一场桑礼去囚办的时候 平时一家人都很好的 说到用了什么仪式的时候 又可能会有不同的观察 或者一些要求出现 所以一定的规格 大概就会有商楼梁 背后我们看到 亦有不同的花 做一个灵堂的点绝 其中真是很重要的 刚才提到 除了河冬之外 包括《希迷情人》任建辉 我小时候开始看她的作戏 以前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经常都可以看黑白电影 那些予残片 其实一点都不残 我觉得很好看 现在少了很多机会 现在要去到电影馆看了 我们看到也有邓碧云 她的桑葬 还有我们香港人都很特别留意 全球都留意的 一个姓李的 李小龙先生 她的桑礼 《无独有偶》 他们有几个朋友的观目 我这里应该提及一下 她的观目不是普通的 只是用木材的质量 其实是用铜棺 在外国订制铜棺 价钱也不菲 甚至乎任建辉的布置灵堂 全部都用鲜花 而且有些特别在外国订购的鲜花 令整个灵堂充满了 一些安装的感觉 或者有些朋友会觉得 这个感觉是很有新气的 仍然都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儀式是给在新的人 一种善别的程度 一个关注 所以善别的过程 其实在灵堂摆设 都是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花的布置很重要 中西的灵堂 即中西的儀式 都存在着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灵堂前面 在这个灵前的 都是一些矮身的花牌 为什么呢? 因为矮身的花牌 就像旁边的丧親家属 他们要跪在那里 有跪校的意识 其实是表达的一种效念 一种效事 所以灵堂前面 不要出现这些谋误 或者是误解 我和他很老友 几十年老友 我们幼稚园同学 到现在他受中症 我和他很友善 我可不可以把花牌放在前面? 不可以 因为前面都是自身的家属 只是家属 甚至乎他亡亡者的另一半 有机会放在那里 有跪校的意思 表示校念 另外高生的花牌 就会放在两旁 就是其他的亲属朋友 所以他们会有个假 就是不需要再跪了 所以会有假 另外就有唐冠的位置 我们这里可以了解一下 另外上面 掌有有罪和亲疏有别的观察 特别是已经穿着校服的 喪亲家属 他们这个校服 其实也是表示一些 事哀和事效的目的 以往大家可能会问 手效是否有三年的概论 一个长时间 可能我小时候 手效也会长时间 会带一些蓝花的情况 其实你也是表示一种事哀 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的心情很沉重 这些服饰和装束 其实都是表达给其他人 去帮助我释怀的一个过程 现在也是很简化 即是已经脱校了 连那朵花 戴的时间 只是在出品灵堂的一段时间 很短很短的时间 这个情况 当然他们跪在灵堂旁边就是事校 有跪校的意思 刚才大家会看到不同的服装 有不同的服饰 这几个人物 我们稍后在船棺上会看到 特别有一个 你看到他不需要跪的吗? 这里有个男士 不知道大家知道 这个男士的身份是什么 我讲掌有罪 亲疏有变 其中间家庭里面有些成员 不需要的 但他也有穿着 没有披牙的校服 这里我先买个关子 好 我们讲校服 这里有很特别的 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些细节 在绘画里面表达出来 其中一个校服 就是校的披牙的帽子 上面你看到一长一短 原来在长短的过程中 其实正在表达 如果是左边长、右边短 表达上亲家庭是男士过生 可能是他爸爸的先人 是男士 如果是左边短、右边长 就表示女士过生 原来有这些分别 有这些细节 不过平时我们真的 没有什么机会 睁大眼去分析或者解说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留意 桑礼上的来宾 前来自祭 也表达他们的心意 会透过堂冠的指示和安排 所以堂冠的角色非常重要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真的很难去访问堂冠 这也是其中之一个 我现在仍然在面对 如果我们的读者听众 如果有机会帮我联系到 去访问一些知力深的堂冠 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这些情况 都仍然继续要搜集治疗 但堂冠的角色我发现是非常重要 因为整个桑礼的秩序和安排都是由他去主持 他亦在灵堂上 我们刚才说 站在灵堂前面 不知道为什么好 就是听堂冠去安排 大家就会很心安 很安心去进行参与这场桑礼 至于是否想乡都会就着你自己的宗教信仰 现在都很灵活地去安排 最后你会向上身家属表达你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有些可能是现意上的形式 如果有些朋友说我应该说些什么 我现在先减散了Q&A 这些都是常见的疑难或者疑问 我们的情况 其实你不需要特别说些什么 一次要点头 拍一下肩膀 其实这种安慰位置 我觉得他都来得很深切 有很多在当时的心情 大家可能都未必能够用言语上 表达到那种慰问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刚才提到 近亲会坐在左边 中国人以左为特 原来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记得有一次在礼堂上 我们要安排坐位 究竟主例嘉宾坐在哪里 遇到数量不同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先后的情况 其实很多传统的价值 或者传统的安排情况 我觉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都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有近似 或者相同的价值观 就建立一个社会基础 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延伸到 我们的一些反思的情况 刚才提到花牌 贵孝的意思和亲疏有别 就是透过艾身花牌和高身花牌去表述 去表述 既然旋观也是另外出品仪式上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的学名叫船冠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尖养遗用 尖养遗用 这里就是 就是善亲家属 会用一个逆时针的方向 去进行这个尖养遗用 一般我们都是由禮儀司 殡仪馆的朋友去引领我们 所以去到那个情况 其实我们就不能特别留意 我们的方向去处理 这个情况 另外 刚才提到 我买了个关子 这里跟大家介绍 就是有几个很重要的 他们的丧亲家属 就是包括他们的长子 长子通常都会做引领角色 一定是在前面的 他身上除了校服以外 就会很特别 你看到他会有顶校母 还有腰间有一支校棒 古时的校棒是一支长形的 可以作为一个走路时支撑的作用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 孝子失去自身的时候 心情的沉重 哭得全身都无力 还要做很多仪式上引领的角色 所以这个校棒对他来说 是一个支撑支持的实际作用 还有古时我们说开始有观目 开始要以入土为安的观念出现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希望去保护细者的遗体 免受大自然甚至野兽的侵蚀的伤害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这一支校棒也可以抵御他们 在途中遇到野兽或其他的情况 所以有实际上和喪禮丧亲有关 也有实际上的作用在当中 当然我们在殡仪馆出殡的时候 这个校棒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很短型的 就是摄在腰间的一支短棒 仍然是保留的 我想提出的是 我们看到形式上有转变 但是它的文化意义 或者背后的寓意仍然存在 这个校文化突出 另外是媳妇 现在带了白花 刚才提到是一个不需要跪孝的角色 原来是女婿 她有白色的头带 上面有一个红点 是以知识别的 另外就是女儿 也带了白花 这里有四个人 我以想图就试试去扣上这个讨论 那个灵鳩也值得我们留意的 灵鳩上面呢 这个是灵鳩的尾部 我们看到了 有一个金钱吐福署的图案 其实是寓意招财入屋 刚才我提到 游家的过程 就是财不入空门 这也是传统的观念 所以一个没有围体的极 我们也叫空冠 就不会由正门运送入屋 所以他们必须搭一个桑盘 就由旁边搭盘入屋 都是传统的意念 会存在 另外就是来宾 就会站立在两旁 表示这个自爱 是 这里有适宜的解说 可以让大家用一点时间去看看 我看到出殡的过程 对于中国传统 掌有有罪的价值观 非常重视 而在当中 其实也会用很多不同的传统意识 刚才提到的破地獄 是其中一种 另外有一种是常见的 就是守灵 守灵所致 就是今天我们通俗所称的守野 我想问问大家 现在殡仪馆可不可以守野 守野的象征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丧親家属 表达他们的孝心 故事的时候 就因为 恶复在灵构的旁边 切夜都不愿意离开片刻 直至遗体出殡为止 所以这是表示效的 一个很令人伤感的情况 因为 开始的时候我提及一场的桑例 其实它是步步进行 有进无退 每一个仪式 都是代表着在新的人 要去接受亡者世世的事实 我觉得这句话 或者这句节语 其实都很帮助我 去了解一场桑例的意义 和价值在哪里 所以有很多禁忌 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迷信 等等的情况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可以放下 因为一场桑例 不是因为我们的忌委 或者迷信 或者有些恐惧而存在 意识就是帮我们去释怀 所以这个主题 其实延伸到今天的生死教育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的对象会是 中小学的老师 包括一些年轻人 或者对这个议题有兴趣 或者希望有所有的准备 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 也能帮助自己 所以对于今天我们 如何去看生死 如何去重新审视生死的价值观 非常有帮助 刚才很快 我问完那个问题 今天可不可以在灵堂 在殡仪馆守夜 最快的四五个答案是 灵头 很快 我提问好像还没问完 我看到有些朋友 已经立刻灵头 原来我们也有另外一些误解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 一开始我们放下所有恐惧 但我遗留下来 有很多误解 我们要去厘清 去解构事实的真相 其实今天是可以在殡仪馆宁堂守夜 要按照每个殡仪馆的安排 因为殡仪馆有办公时间 如果你真的要切夜守夜 即是通宵守夜 你要向殡仪馆通知他们 让他们安排 而另外一个很直接 很简单的原则 就是有出无入 今天带了很多四字的词句 给大家 有机会我真的很想整理 冬瓜豆腐 很多这些 一路去看资料 就发现真的很延精意间 有出无入 就是你在守夜的过程当中 过了殡仪馆的办公时间 你继续守夜 但是如果你离开殡仪馆之后 你就不可以继续回去 这个原则很清楚 所以其实守夜是可以的 刚才很快就有些朋友 另头 原来今天又将我们的误解去解决 解决了 亦都知道守夜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 是什么 以后去到旋观 占仰为庸 其实都是对世者 一种表示敬意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在占仰为庸 如果可以帮我们了解 我们这种敬意 尊敬和景仰的心意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尝试 去释怀和世者 去进行最后一次的告别 希望她也释怀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希望 有时可能在心情上 在我们同行者的关系之上 那些情况 我们如何利用仪式 去帮我们释怀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我们要处理围体的最后一个程序 处理围体最后的程序 中国人传统入土为安 或者透过火化去重归自然 土葬和火葬 今天在香港仍然会见到 不过常见的必然都是火葬 超过80%以上 都是运用这个火葬 这个当然仍然受着 香港的土地的情况 安排有所影响 还有桑礼的费用 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涉及到讨论 因为费用不涉及到文化意义 所以这个留待以后 有机会再去讨论 这里也会提出 我们现时看到一些 推广的绿色殡葬 包括花圆葬 或者海葬杀灰的情况 在香港也常见 图画上面大家看到 有些殡葬工人 去抬着灵构的过程 其实这个灵构 抬着灵构的过程 以往古时 是称之为一个执法的仪式 其实是由一些丧亲家属负责的 史书里面有记载 它说四十岁的一些亲属 去送葬的时候 他们会手执 一些承索 利用一些滚轮 去帮助运送棺木 有年轻人负责的 另外五十岁以上的朋友 气力没那么好 所以他们会随行 进行另一个仪式 就是反哭 透过他们的反哭 这些仪式 利用他们去释怀 将自己觉得 亡者细小的很痛心的情绪 抒发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在落葬的时候 我们比较少去接触的 一些传统的桑葬礼族 其中有两个 我必然一定要到最后 在这个时间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两个最后 桑礼在葬的仪式 就是解慰酒和英雄宴 大家可以看看 最清楚显示的是 这是两个仪式 两个仪式 我从开始的时候 有次有钟 我们说 有些仪式是被逼简化 甚至被逼合而为一 这是很明确的例子 因为我们知道解慰酒 也称为污慰的慰 因为以往我们都说 贫义士 百事都是大吉利事 会沾到桑礼 又会沾污慰 又会有什么禁忌 我不知道是否称为迷信 还是传统 那些不适合我今天的讨论 但如果用污慰 这是在传统上用的 但今天我们都会 运用安慰的慰 成为解慰酒 作为一种安慰 因为按照传统 就是在逝者落葬之后 爽亲家属 会安排一些盐食 去招待前来的 送葬的亲朋戚友 去帮他们释怀 所以这是一个自制的过程当中 这是属于百事的仪式 所以食物上 会有七道菜 会吃单的 我们说 红士用箱 百事用单 所以是七道菜 因为要去宴请这些 这么有心的亲友 所以他们吃的食物 会是我们平时的次序 是倒转的 先食糖水 今天应该没这么讲究 不知道大家的经验 即是先食糖水 七道菜 英雄宴相反 就是在首校期晚 脱校之后 去切宴招待亲友 所以这是一个气势 所以我们会出现到英雄历士 在英雄历里面 一个红士 一个八士 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急促的 促食的文化 这些桑葬仪式被迫 合而为一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进行 落葬或火葬之后 即场脱校 所以将解胃酒和英雄历 合而为一 疫情期间更加简化 最常见用一个礼券的形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最近都出席了几个 用礼券的形式 来代替英雄历和解胃酒 比比合而为一 当然了 我们知道 如果今天大家了解清楚 一个是白士 一个是红士 脱校的时候 已经混淆了礼族 这个就是 善葬礼族 面临消失一个很重要的危机 究竟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或者透过仪式 我们去进行这种释怀 如果我们开始的时候 很期待 世者善中 新者善别的时候 我们能否做到 透过仪式 有什么仪式 我们适当地应该保留 有什么仪式 因为时代的转变 我们会去进行 选择和筛选 希望今天可以透过今天分享 可以尝试完整地 和大家分享这个情况 特别的 我真的得到这么多的知识 可以和大家做一个知识的交流 其实我也是很期待 可以去明借 透过最后这个时间 去明借我一些前辈 以及接受访问的备访者 第一个就是 我必须要向我已故的 中国历史科中学老师 吴家旺老师去致借 由他在初中的时候 将我带进去 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 一个领域当中 我认识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而在我学习和升学就业 研究教学工作 选择工作过程之中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刻意 去做一个历史科的老师 或者进行历史科的研究 进入研究院 但是很多东西就好像 一种引力地把我吸引 而去到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很希望透过我的教学工作 和课域的时间 虽然大家都很忙 但我也很希望 能够找到一些主题 能够开拓大家对历史的重视 历史学知识 真的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 特别是着重在我们 一些很重要的生活经验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去认识意外 带到出来是我们这种知识的层面 是可以掌握 而是对我们的生活 有一个解放式怀 甚至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的过程 今天我们可能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么好的 我说得是否很清楚 能够大家可以掌握得很完整 日后有机会 大家遇到要处理的情况 或者大家在你适当的心情底下 你要去筹备自己的桑例 去计划和你的家人 去开怀的讨论过程当中 我们就不是凭一张单张 去踢格子 或者当我们一坐下的时候 我们就打个预算出来 原来我们懂得有选择 以及如何好好安排我们 向我们世界做一个最后的告别 一个环节 所以吴家望老师 带我进入历史的领域 另外当然我要多谢 为分着文物信托的信賴 接受我这次的申请 亦是给了足够的空间 我去完成一个主题的讨论 香港树人大学的支持 香港树人大学副校长陈善教授 一直都是我的role model 是一个好好学习的对象 以及他的支持和鼓励 而是树人大学历史是对我的支持 以及同事的支持 我都见到有同事来支持我 非常多谢前辈 亦都包括香港大学周二汶教授的访问 接受我们的访问 思源居士提供的专业的资讯 以及很多丰富的殯儀知识 思源居士其实都出了两本《论注》 早年的时候大家有兴趣 在图书馆可以查阅 唐白村师傅 包括一些实际上殯儀工作的经验 刚才提到破地獄等等的情况 都是他提供给我的实际上殯儀 今天我们在殯儀业内常见的知识 都是很无私地让我了解 亦都让我可以公开和大家分享 刚才说到一些花牌 一些扎作里面 我们出现的指责 以至一些烧衣纸的情况 今天没有时间在这里公开和大家分享 不过书里面有足够的资料提供给大家 大家可以参与 另外道教联会 雷德华主席 和肖叔社团总会 胡言重会总 亦都分享了很多很多他的经验 到最后我们的合作 很重要的 除了我的研究团队以外 就是香港创意艺术会会长鄧子健先生 我不知道今天他会否说 撤离一下 因为他们会说 教学工作都非常繁忙 但是他也是很有心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真的因为读历史 要求真 每一个不足每一个部分 一有尺微的 我觉得是不适合事实的一些创作 其实我就要重画了 或者要重新再去修订 所以我们的交往 可以跟一个科学科 将我们的历史和一个艺术 互相去结合 希望日后更有更充足的时间 更多的机会 我们可以作出更多这些讨论 今天很感谢大家 最后有两个QR告 就是我们的Facebook 我不时都会在那里 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或者其他朋友 做出的研究分享 我都会在那里推荐给大家 另外也是有研究报告 和专书的QR告 大家可以全数 除了用Hard Copy的形式 都可以提到内容 希望这个也是 我们的传统价值 都是一种分享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去了解不同层面的知识 同一时间 也都可以 从这里开始 我希望可以作出一个推广 大家可以放下我们的忌諱 重新去面对桑葬的文化 也重新找一个机遇 我们去发掘我们不知道的 或者重要价值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延伸到我们今天 对于历史文化的探讨 对于我们现实生活上面 一些实际上的 应用方面的 一些价值 好 多谢大家 多谢彭博士的精彩演讲 和分享 那么多位来宾 今天的讲座正式结束 讲座的录影片段 会在稍后整理好 上传到公共图书馆的 YouTube Channel 多媒体资讯系统 MMIS 以及为亦信分着文物信托的 网站方面大家重温 请大家离开之前 帮忙填写在手上的文卷 让我们收集大家 对讲座的宝贵意见 在出口署 会有工作人员收集你的文卷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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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